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正叼着根草悠哉游哉地出了云深不知处山门 不远处见一少年正搀扶着一老敖 停在云深不知处长街上休息 少年道 姥姥 你为什么总是停在半路 老敖微微一笑 沧桑的面颊上 岁月痕迹更深 他慈爱地看着少年道 这时间很大 但姥姥只能陪你走到半路 少年懵懂地看着老敖 些许浑浊的眼眸 点了点头 这一幕莫名地让魏无羡鼻翼反酸 不知哪来的岁月沧桑之感 人这一生 走过的是时间 留下的是故事 不怕狂风暴雪一生追逐 却只怕离别的苦 魏无羡摇了摇头 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生出鲜少的忧愁 他不乏不减地亡才一阵兴趣 姑苏一代吃食普遍偏甜 魏无羡失辣 事已接连行了几处 终于一番打听 穿过青石小巷 才看见一家开得很大的香菜馆 魏无羡眼睛都直了 静直奔了进去 店掌柜见魏无羡来了 殷勤皆带道 哟 魏仙师 您可是有些时日没来了 魏无羡微一正 随后点头笑了笑 毕竟失忆一事 不宜让旁人知晓 店掌柜领着魏无羡羽兰望机 曾经时常落座的位置 又道 韩光君一会儿可会来寻味掌事 魏无羡微微一愣 随后笑道 不会 店掌柜一边擦着桌子一边道 哎呦 那可不巧了 小店进的新茶 还打算让韩光君品尝一二呢 要不一会魏仙师给韩光君稍些回去 魏无羡摆了白手道 这都不好意思 瞧您说的 不好意思的该是我们啊 韩光君在小店 付了您二位一整年的饭钱 您和他又这么久没来小店 一整年 魏无羡好看的大瑞凤衍 瞬间睁援 紧呼道 想着钱都给了 不能浪费 魏无羡又道 那那把你们这里的辣菜特色菜 啥的全都上一遍 说话期间 默默将钱带收回胸口衣巾处 还拍了拍 心里盘算着这笔省下来的油水 该怎么花店小二刚送来天字校 便得另起了后厨 店掌柜殷勤勤地替魏无羡倒了杯酒 又道 魏仙师不是我拍马屁 你们姑苏蓝氏之人 是真的好的没话说 魏无羡实质扫了扫鼻翼 似乎还有些不大习惯 别人称呼他为姑苏蓝氏之人 我有一个远房表妹 她两年前就嫁给了你们来世的一外姓门生 当时我们这些亲戚都觉得她是高攀了仙门 还揣测那妹夫迟早会在那一房小妾 说话间店小二已经送来下酒的菜 魏无羡良知 撵了利卤花生 扔进嘴里 慢慢咀嚼 拧了一口小酒悠哉悠哉地 听着店掌柜的叨叨 如今过去两年 妹夫带我妹子如初不说 就半月前我那妹子发生意外落下残疾 她还主动劝妹夫那房小妾 嘿嘿嘿嘿嘿 你说这等好事 哪个男人拒绝的了 魏无羡被店掌柜 滑稽地模样逗笑 手把玩着小脚酒杯随可应道 蓝家之人能拒绝得了 店掌柜竖起大拇指 道 魏仙师果然很了解你们蓝家人 魏无羡扑地笑出了声 暗叹这店掌柜果然是会做生意的 一逮着机会就对人一顿夸 她点黄道 你前面不就说了吗 姑苏蓝氏之人好的没话说 是是是 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真佩服 蓝氏虽有几千条家规 但交出来的弟子 还真都是人中君子 个个都遵守家规 这怎么又跟蓝氏家规扯上关系了 魏无羡黑魔疑惑地看着店掌柜 店掌柜道 蓝氏不是有条家规是什么 一生只能有一味道理吗 我那妹夫虽然是外姓门生 但她客气负礼地遵守 就是用这家规打消了我那妹子 要给她那些的想法 事业 尽害时 蓝氏机灌洗完毕 身着中衣 好似入定一般的正经微坐于踏边 不知过了多久 魏无羡细细缩缩地 推开静视房门 游见蓝氏机 端坐在床头 此情此景 不由自主地让她多想 蓝氏机现下的模样 看着更像是新婚之夜 等着夫君 掀盖头入洞房的心腹 魏无羡绕有趣味地看着蓝氏机 皮皮一笑 蓝氏机浅眸微台 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 道 回来了 嗯 我带了好吃的 知道你是有食 所以明天起来再吃吧 她放下东西 回头见蓝氏机 人文似不动地坐在床头 又道 蓝湛 你这是 你今晚真的要和我一起睡 蓝氏机浅眸微垂不知可否 魏无羡又道 我的睡相很不好 你确定你能忍受 蓝氏机抬眸看了看她一眼 道 试试 顿了顿又温声道 害时已至 说吧 指尖弹出一道灵力 将香炉里的药薰点燃 魏无羡见此 也不作妖 乖乖地转入屏风后沐浴 半晌 洗漱完毕后 魏无羡没穿斜袜 赤着脚走转出屏风 中医指松松垮垮地记着 行走间 纹理清晰坚实紧固的肌肉若隐若现 墨黑如铺的长发披在身前 上游水珠晶莹欲滴 跟随她的走动在火光的照耀下微微颤颤 她眸光悠然撞上蓝忘机的浅眸 被水汽蒸得红润的薄唇微微闭拢 炎然一笑 看得蓝忘机有些恍惚 连连错开与她对视的目光 顿感猴头发紧 耳垂到景象都是一片粉红 魏无羡见蓝忘机拘紧的紧 道蓝二公子 你该不会是第一次同人一起睡觉吧 说完随即又否定道 哦不对 没失忆钱 我跟你应该是睡一起的 此言一出 蓝忘机浅眸中的羞难之意更甚 而魏无羡确实不怀好意地上下扫视着蓝忘机 随后她又看了看自己的胸前 那些斑斑点点的红痕 很难将这红痕的由来 跟蓝忘机联想到一处 所以魏无羡最终还是再次肯定了之前的答案 她与蓝忘机身上看似稳衡的红痕 应该就是双休时遭到反射而留下的印记 魏无羡疲坏坏地笑着往她边走去 向来波蓝不惊的蓝忘机 拘紧地不自觉双手握拳 这一小小举动 魏无羡看在眼里道 你紧张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不是 说话间 魏无羡很自然地爬上她躺下